嫌犯率領小弟 半夜二三十個人 大啦啦闖進被害人家裡 把對方拖出來痛打一頓 然後丟在門口 手段兇殘 另外他們還手持棍棒闖進Pub 開槍尋仇 把店內員工嚇得魂飛魄散 警方攻堅搜索 在嫌犯住處搜出長短槍 棍棒 翻刀和毒品 主嫌鄭姓男子 靠販毒跟暴力討債壯大聲勢 還成立所謂的快打群組 遇到糾紛迅速集結尋仇 對外嗆瞎 養一組人準備砍人 看起來稍稍利一點 稍微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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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以這個屏東縣的前議長 來當作榜樣來質詢 鄭泰吉是台灣第一位 因重大犯罪而被槍決的 前地方議長 他只有國中畢業 原本是大哥身旁的跟班 後來當選縣議員 在地方作威作福 被我們逮捕之後 卻立即來向我們警方求饒 那痛哭求饒來氣不成聲 嫌犯年紀輕輕 竟然自封雲林正太極氣怨囂張 但落後向警方痛哭求饒 和先前的不可一世 形成強烈對比 只有廖文斌雲林報導